本禮拜的重点大概就是两个,一个就是那个activity的生命周期 那这个生命周期特别重要,还蛮重要的,尤其是有些时候 当然预测是uncreate,可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程式码都写在uncreate 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那个像sequenite这个范例里面 最后必须要把那个table某一个,就是说我们的database里面的那个table01删除 那删除当然你不可能在uncreate里面删除,你必须要当这个app结束的时候要把它删除掉 所以你那个生命周期一定要写在un什么destroy里面 那我上礼拜有demo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按的是home键跟按back键 有没有,最大差别就是home键呢,它不会执行到那个生命周期里面undestroy 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按home键,它其实这个app还存在 还在你的memo里面run,它并没有被关掉哦 所以特别注意,其实像有些app,它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像我之前,莫名其妙,只要怎么手机一直感觉到很快就没电 还有就是说,奇怪的,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吃到饱 奇怪怎么我的那个流量2G一下就被吃光了 原来是我按下home键,那个app还在背后跑 所以如果你要让那个app彻底的从你的那个手机里面关闭的话 记得就是要什么,要用back键,可以特别注意 那你怎么呼叫你的app里面现在跑的那个哪些app 你可以按home键按3秒钟,它会跳出来一串 你可以怎么样,再把它back掉 或者你可以试试看,如果用刷的,刷有没有,像6刷一下 说不定也,我不确定啦 也可以把它从你的记忆体memory里面把它彻底清掉 那尤其是你的手机,如果你的手机的ram 假如说不是2G以上的,那我是建议你一定要做这件事 因为其实说真的,手机的ram,如果我以前用的是1G 我就觉得非常不够,很快的,跑magic app 你的手机就开始很荡,一直跑,奇怪怎么一直lag 好像感觉好像越跑越不动 即便现在2G也是一样,所以这个观念要有 那再来的话,上个礼拜,主要是认识那个SQLite资料库 跟那个SQLite的这个database的类别 那基本上,因为SQL的资料库呢,它也支援SQL语法 所以如果你要存取它,只要讲到资料库 大概就是4个主要的功能你要学会的,大概95%以上的事情都可以搞定了 大概就是新增,修改,删除,再一个查询,查询最重要 那怎么去做?不外乎就是,因为SQLite顾名思义它一定支援SQL语言 所以你假设你要做任何查询,新增,修改,删除 其实你只要什么,传送那个SQL语言告诉它,它就帮你处理了 那这个是第一种方法 那你只要使用那个SQL database这个类别里面 把它实体化之后,变一个物件之后 它里面就有个方法 就是可以让你exque,exque SQL 后面给它一个SQL语言,它就帮你做完了 那新增,修改,删除,直接就可以exque 它就帮你新增,修改,删除 那查询的话,应该会return东西 因为你用slate语言,它会查完之后,会丢一个结果给你 所以你势必必要产生一个东西去接 那个东西在Android里面叫做Cursor Cursor其实是游标啦 可是它其实在Android里面不把它当游标 它是把它当一个table 在哪里的table,在记忆体里面的table 载到记忆体里面去 那你可以再把那个东西抓回来 看你要放哪里 通常是放在手机里面的ListView里面 不过Cursor你要放ListView里面 还是必须要经过Adapter 所以我们就是上个礼拜重点在这里 那其他的话大概这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上个礼拜的程式的哪一些重点 那今天你要再接着来继续看 后面的这个范例 那重点部分你们可以参考到第13章 这边都有 OK,那大概就是如何建立一个这个database 然后如何删除这个database 这边都有 然后另外的话,seqlite有重要的这些类别 最重要就是什么?实行seql 就是这个sqseql 有没有sqseql 它可以帮你什么?新增修改删除 甚至可以做查询 那不过查询的话 因为它会有return一个结果来 所以必须用一个来切 那我们可以用rollquery 另外它有提供一个query 不过这两者之间 最大的差别是rollquery怎么样? 它支援seql语言 但是query的话呢 它就是给一个table名称就好了 那除了这些之外 它可以用insert、delete、update跟close 大概主要这些 那其实一般的坊间书籍 比较喜欢 我发现它们比较少用seql语言 是